大家好,我叫周兰兴,我来自于上海,目前就读于佛罗伦萨珠宝设计学院。 首先说起这个和珠宝设计这个事业结缘是在停久以前了,快要十年左右了。 最早的时候我做的其实不是这个工作,我做的是美术编辑,但是后来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爱好还有擅长。 并且我最早的时候我尝试着自己做一些小的视频,甚至是在家附近去售卖,但是这样并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,后来我是自学了这个金工制作。 之后比较幸运地进入了老风乡,开始珠宝设计还有制作的一个正式的工作。 其实我的留学经历相对于其他同学来说也稍显坎坷。 我是在工作了几年以后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这个学费还有生活费。 说到这个家人支持的问题,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完全坚定了这个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有计划,那么到最后可能更容易获得支持一些更容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我最早开始接触这个金工行业基本上用的都是银子,所以我对银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材料,因为它价格相对低廉,也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试错的机会。 并且我非常喜欢它的这样的不张扬的素雅的这样的光泽。 然后说到最新的宝石的话,还是竹母绿,因为我非常喜欢绿色。 并且它其中的一些包裹体,一些内含物,反而让它有一种更神秘,更与其它宝石的一种不同的那样的感觉,像一个小小的花园。 目前我做首饰的最大的一个灵感来源还是我们的大自然,因为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设计师,所以我们一切美的感受其实都是以大自然为基底。 所以我觉得而且它有最最丰富的这个题材。 另外一方面,我是希望这个首饰它的佩戴是非常舒服的,是对于佩戴者的一种关爱,我不希望首饰成为它的一种负担。 舒适优雅并且是便捷,这个是我设计首饰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。 想中的工作场景其实就是像现在学校这样,有各种各样实用的齐全的工具,并且有一块比较大的一块场地,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发挥。 并且有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环境,有些食物什么的。 当然如果能看到邻居家养的花花草草啊,猫咪啊什么的,那就更幸福了。 历史上我比较欣赏的珠宝艺术家是法国的雷内拉蒂奎。 然后她是一个新艺术时期的一个,就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家。 她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自然花草,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欧洲的这个花草培植技术达到了一个巅峰。 那么我个人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去概括她的话,我是认为她用一百多年前的技术做出了我们一百多年以后的审美。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可以在弗洛能萨这样一座包容,并且非常有艺术特质,有非常唯美的这样一座城市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希望我可以做出更多的好的作品吧,也祝大家能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